SHO 火煌情聲響起 我們的小小勇士預備要狩獵了 那個腳抬得越高表示 越強壯 越有勇氣 最後一個叫SAMUSO 他才四歲 他說他也抬得很高對不對 SHO 胡蘿的婦女敲擊著木琴 敲打著勇士之歌 再傳遞一種訊息 這個訊息是鼓舞我們小小勇士 要透過狩獵的洗禮 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 同時這個木琴也包含了 互數愛意的勤奮 在山林裡狩獵的時候 只要有抓到許多獵物 通常都會用木琴來彼此的打招呼 如果獵物太多 會用木琴來敲擊一起幫忙 如果獵物太少 也會用木琴這樣的傳遞 所以我們木琴 他不是純粹只是音樂 他也是我們那個時代的 算是一個手機啦 call機的一種 在狩獵開始 勇士們聚集在廣場裡 因為他們要經過考驗 才有資格上山打獵 在光明飛翔沙滴 小勇士要吹發亮 我們第一個神 我們的舞蹈 是給你的心 是給我生活 他們的氣勢相當的犀利 非常的勇猛 牧洛的長者會教導他們狩獵的技巧 這一招相當的厲害 不行再來一次 可以了 你及格了 接下來 要教導什麼悲傷主 在山上獵物要這樣飛 看一看 好 你及格了 接下來 腳力非常重要 好 好 你及格了 這時刻 他們 圍著討論 隨便要到哪裡 來坐山去打獵 每一山呢 不行 那裡人太多了 都藍山也不行 在德里 那齊萊山呢 不堅持 不堅持 他們要到齊萊山去打獵 想一想自己 看一看別人 再次的歡呼 我們走 小小勇士 打獵 充滿了危險 跟刺激 但是他們不怕冒險 在山林 尋找這些獵物 和他們平常的訓練 大家在那邊策劃 已經找到了 在那裡 大家圍起來 好 圍起來 一起去 一起跑 他們的心心策劃 終於到了一個山珠 由沙姆桑來扛起 射 手拿著銷售 心裂著心 一起走 我們都是勇士了 勇士的勇 沙姆桑說 這個200公斤不算什麼 收穫滿滿 小小勇士 小小勇士 謝謝七仔文化團帶來這麼可愛 真的非常寫實 也非常幽默的一個舞 謝謝 謝謝 謝謝